大家好,歡迎收聽AEA頻道 今天講的題目,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 就是關於食物革命 我們世界過去20年,科技上很多時都是講資訊科技方面的東西 圍繞訊息傳遞方面 由有線的電話,到無線的電話,即是手提電話 然後到互聯網的普及,到現在講的大數據 都是關於這個information訊息 但是其實另一個領域也是十分重要 而在未來的20年,可能大家更多談論的是這個領域 到底是什麼領域呢? 就是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其實都有不同的範疇 例如醫學上,怎樣去醫治一些很難對付的疾病 但是我們這個內容就不是主要講這方面 而是想講食物的革命 因為我今天看到一個內容,我認為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印度神童說的話 他其實經常提倡我們人類不應該再殺動物 你知道印度很流行講Karma 就是那個業力的問題 就是說人類對動物進行一些傷害 其實反過來也會對人類造成一個潛在的傷害 因為其實動物和人類都是屬於地球的一部分 不應該互相傷害對方 但問題是人類已經習慣吃肉很多很多年了 那麼我們都會想有沒有可能做得到呢? 原來這條路我們其實已經一直走著了 那麼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其實plant based food 就是由植物去做的食物 近幾年都越來越普及了 甚至乎你在超市都已經買得到 看到貨架上面都幾多這一種的產品 但是我現在即將要講的這種製造食物的方法 相信都會令大家大開眼界 那就是在芬蘭一間叫做Solar Foods 的公司 他們就標榜 Food out of thin air 即是什麼? 用空氣來製造食物 夠不夠驚人啊? 那你可能會說 那跟神有什麼分別? 我都覺得很神父其妓啊 的確他們又沒有特意誇大 它主要的原料真的來自於空氣 其實它的過程是怎樣呢? 有點像釀造啤酒 用一個發酵的原理 他們當初一開始就是在自然界裡 抽取了一些微生物的樣本 那微生物就是很難用肉眼看得到的 例如可能是些什麼? 例如是真菌啊 藻類啊 這些細胞結構的微生物 拿回到實驗室 做一個類似發酵的過程 在過程中 他們就要拿空氣製氧化碳 再加電能 也都會用上氫氣這個元素 那經過這個類似的反覆發酵的過程 他們就成功提煉了一種蛋白質 叫做蘇聯 那他們也都馬上註冊了這個名字 蘇聯 是不是很厲害? 好像煉丹一樣 所以他們沒有誇大 他們真的主要的原料就是用空氣來創造食物 那麼做到蛋白質出來呢 就可以創造到很多種食物的了 因為很多的食物其實就是含有蛋白質這個元素的嘛 例如他不需要雞就可以做多一隻雞蛋 不需要牛就可以做到牛奶和肉類 那麼說到這裡 是不是已經回應了印度神童的提倡呢? 不需要再殺害動物都可以吃到肉 那麼這一件事 對整個人類都真是一場革命來的 那麼對整個人類文明其實會有什麼影響呢? 先我們不說這個剛剛說到的卡麻業力那樣東西 而對產業鏈有什麼影響呢? 當然就是對於現在的畜牧業有相當大的影響 因為不再需要捉動物回來 去培育、去屠宰、去消耗飼料 那麼這一整條的產業鏈呢 都會徹底的改變的 那麼你會見到畫面呢 就是這個蘇聯 這一種蛋白質 它是可以替代肉啦 跟著膏點又可以做啦 醬料呀 麵條呀 奶製品呀 飲品呀 都可以的 那麼他們公司其中一個理念 就是希望可以亦都保護到環境啦 因為一塊土地呢 要進行耕種呢 其實可能都要進行一些的 撼伏樹木的過程 而另一件事更加重要呢 人類是不是從此就不需要再擔心有飢荒的問題呢 因為主要的原料就是空氣嘛 那麼如果這種技術 再更加成熟能夠大規模量產食物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這個世界從此就變成無限食物呢 他們團隊呢 現在呢也都進行著一個測試 那就是研究著能不能夠在太空裡 幫助太空人呢 在上面創造食物 因為現在太空街呢 有一個夢想啦 就是人類可以去到火星嘛 那麼其中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由地球去火星這個旅途上面 你怎樣維持有足夠的食物呢 在太空的環境和地球也不同的嘛 那麼你在地球帶些新鮮的食物上去太空 可以保存多久呢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真的要載人的話 由地球出發去火星到底要多久呢 所以這個團隊呢 如果能夠成功研發到可以在太空製造到食物呢 就是對於人類能夠踏速火星這個旅途呢 作出重大的貢獻 不知道你又怎樣看呢 好了 今集內容先到這裏 多謝你的收聽